新二代孙安佐,高俊雅和方琪,日前上节目大聊自己和新妈新爸之间私下的互动去世,孙安佐是迪英和孙鹏的独子,方琪是知名依人梁又男的女儿,高俊雅则是演艺圈偶像剧之母柴志平的独生女,三人的妈妈都是演艺圈的资深大前辈,节目中三位新二代也不断爆料,跟大家分享妈妈们私下不为人知的一面。 孙安佐上yes,朝有行,提到,妈妈从小对他很严格,打他都没在手软,只要听到迪英联名带姓叫他,他就知道他错在等,因为平常妈妈都是喊他心肝子,宝贝之类的,从小他满做自己的,看到网路上的酸民对他家事背景或是没有做过的一些事情来评论,他觉得当下心情一定会受到影响,但他都仅可能在五分钟那条事。 事实上孙安佐历经美国恐攻风暴回台,完全没在怕酸民,笑说,我觉得会讲我的那些人都没有实力,只有没有实力的人才会批评真正有付出的人,因为你有实力根本不会花时间在打字上,应该会做自己的事情,过你的生活才对。 他认为那些人只是要靠酸人来建立自己的优越感,其实蛮可悲的,面对这些事,他会以心理学的方式来看待,心态上就会好很多。 60年代,迪英成长在台湾的一个普通家庭中,爸爸早逝,妈妈独自抚养四个孩子成长,生活十分艰难,而孤儿寡母,又免不了被别人欺负。 逼时,小小年纪的迪英,看在眼里,恨在心里,保护家人成为他最大的愿望。迪妈妈唱歌仔细谋生,迪英便从小在剧团长大,五刀弄枪的功夫十分了得。 如果再有人欺负他的家人,迪英会拿着五束刀追着那些男生满街打,下手又狠又重,打到对方求饶财罢休。 童年的经历,让迪英形成了爆裂的性格。 13岁时,别的孩子都在上学,迪英要却站在舞台上半午赚取生活费,平日里待在剧团里,迪英也学到了戏里的价值观,忠孝结义。 他对妈妈说,只要你不改嫁,我养你一辈子。 青春期的迪英,缺少管教,就像一匹野马丝无忌惮地长大了。 17岁,他离开了家乡,去台北谋生,临走时母亲嘱咐他,你不要再和人打架了。 可惜,迪英并没有听进去。 在姐姐迪梅的介绍下,迪英进入夜清的剧团里唱戏,歌仔戏没落之后,又转型去演戏,成为了电视明星。 在娱乐圈混,迪英靠的是豪爽讲义气,他经常和男生在外面聚会喝酒。 每次喝酒迪英先自己干三杯,以示尽异,靠着豪爽的性格,迪英在黑白两道都混得开。 他也成为了张帝,张魁,张飞的好友,这些在日后台湾娱乐圈的大哥。 迪英自然不愁没有资源,八十年代的包青天,九零年代的和日君再来都是迪英的代表作。 凭借好人缘与好作品,迪英一度风头无两,事业上顺风顺水,生活中爱情美满,年少得志,可迪英不懂得珍惜。 反而愈加的嚣张,整个演艺圈里我只给小燕姐面子。 谢力金在节目中吐槽,与迪英合作拍剧时,被迪英打到留下了心理阴影。 迪英不仅没有道歉,还回呛,被我打过都会红。 除了言语尖锐,迪英的身份也发生了转换,从前迪英是被他人欺负,如今迪英却主动欺负他人。 男友的道具没做好,与巨物起了冲突,坐在在一旁的迪英看见了巨物骂脏话,火冒三丈,拿起地上的道具追着巨物打。 1998年,迪英与孙鹏因戏结缘,走进了婚姻的殿堂。 2000年,他们生下了爱的结晶孙安佐,可就算有了小孩,迪英依旧我行我素,雇得上姐妹就雇不上家人。 他经常出门喝酒,与朋友聚会到深夜,花钱如撒钱。 孙鹏抱怨,我辛辛苦苦录节目,当主持,收视率要破一点才有3000块的奖金。 而迪英呢,每次喝醉酒,给小弟的代价费都是3000块,迪英依旧我行我素。 为了这些事情,两人没少争吵。 2004年,他们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,离了婚。 离婚第二天我就后悔了,因为要面子,迪英并没有挽回孙鹏,反而用了一种偏激的做法来结束这段感情。 我有必要共认我有一点自私,我为了不让自己再痛,为了不让自己不舒服。 所以我带走了我的小孩,当他牵挂他的父亲的时候,我私底下彻底不谈到孙鹏。 离婚之后,迪英禁止孙鹏与儿子见面。 为了弥补孩子,迪英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孩子的培养上。 我儿子以后是要成为栋梁的人。 他让营养师为孙安佐配置了专门的食谱。 一天花七个小时来监督孩子吃饭,吃饭时不用自己夹菜,迪英帮他夹。 在迪英的强势关爱下,孙安佐只能接受,不敢反抗,就算平时想爸爸,也只敢偷偷地告诉老师。 我想抢同学的爸爸,因为他爸爸好好,直到老师将这话告诉了迪英。 他这才开始反思自己的所作作为,允许儿子与孙鹏见面。 时间久了,在儿子的牵线下,迪英与孙鹏旧情复然,2007年选择了复婚。 破碎的家再次复原,让迪英倍感珍惜。 上次离婚是因为顾得上姐妹顾不上家人。 复婚之后,他便与自己的结拜姐妹全部断交,将全部心思都放在家庭上。 从此之后,他上节目都自嘲我没有朋友。 迪英改变生活的重心,不变的是对儿子过度的保护与控制。 早前,在一档节目上,迪英就自爆说,儿子一直到12岁才断奶。 本身正常孩子应该在七八个月最迟也就一两岁的时候可以断奶。 但是这个12岁,实在令人难以相信,也让人难以接受。 并且迪英透露,当时已经15岁的儿子,依然很黏自己,感情好到每天晚上都要抱着妈妈才能睡。 直到迪英发现自己的儿子开始有了第二性征,他才开始意识到,15岁已经是一个青春期的少年了。 这才拒绝在让儿子抱着自己睡。 迪英丈夫都不少抱怨,甚至跟儿子说,把妈妈还给我吧。 你睡很多年了,更难理解的是,他还觉得自己的儿子到15岁还黏着跟自己睡,是一件很骄傲的事情。 当时在场的嘉宾,听了迪英哥儿子孙安佐的行为,大概都猜到了这个儿子的未来是什么样的。 王采花说,儿子一定要表面表现得很开心才可以生存下去,难怪从小到大,孙安佐看起来都像一个乖小孩,性格活泼开朗,其实内心很可能已经是扭曲了。 尽管嘉宾说了很多,但是他对于自己教育孩子的方式还是不认为有问题。 他说,我儿子是要做栋梁的老公不许介入我管孩子,如果没教育好出了问题谁负责? 我不求他有多大出息,只要健康不是败类就好。 迪英用爱为儿子筑起了一道坚硬的堡垒,保护了儿子,也禁锢了儿子。 为了你,我调整了作息,没有了朋友,每天盯着你吃饭,要求你考更高的分数,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啊。 他最大的希望就是孩子可以成才,一度宣称儿子以后一定比成龙还红。 但是语愿为,2018年,18岁的孙安佐被警方起诉,因为他在美国留学时,威胁我要攻击学校,并且非法持有大量非法武器。 同年8月,孙安佐被判以羁押折抵刑期,拘近4个月,及一生不得入境美国。 台湾媒体及网友对迪英一家骂声一片,吴宗宪说孙安佐,他犯了一个过错就是太愚蠢,怎么会在人家的国家讲要恐吓? 迪英没有听进去,还反驳,你凭什么讲我儿子愚蠢? 孙鹏说,他只是个不懂事的小孩,不知道自己闯祸,在救儿子期间他们花费了大量金钱与人力。 迪英相当豁达,实际费用其实不到3000万台币,钱花了再赚就好。 无奈之下,迪英带着20岁的儿子四处做公益,上节目,继续为儿子费心费力。 没想到2019年底,网红米沙字报为孙安佐怀孕,自始至终孙安佐未做任何回应,反倒是迪英一直在否认,双方米来我往,真相如何不得而知,但孙安佐的名声却是彻底坏了。 做了不该做的,要承担什么样的惩罚,不过除了12岁断奶,15岁才分床的事,另一件事,实在很难接受,在孙安佐才5岁的时候,迪英就带这个他去参加一个电视台节目举办的情侣接吻比赛。 他跟孙安佐两人一直接吻长达三个小时拿到冠军,在外人看来,迪英的母爱,太过可爱,或许是这个孩子来之不易的原因吧。 他嫁给丈夫之后,一直到30多岁都没有孩子,费尽心思,在38岁终于生下了孙安佐,38岁产子,在医学上来讲,是属于高龄产子的,所以迪英觉得这个儿子来之不易,自打他出生后便是入侵式的母爱,对于他的要求更是只要他开口,就能做到的那种,也正是因为这种溺爱,才让他后来走了歪路。 对儿子过度的溺爱,极端的控制,无形中培养了一个不成熟的孩子,在人生的棋盘上,他的棋子走得太极端,最后害人害急。